亚太报道 电视机收集用户信息曝光后 公司道歉说停止搜集 老百姓能相信吗 恶俗危机案牛腾宇 近两年来首次获准与母亲相见 美国印太事务高官坎贝尔 坚持维持对台湾的战略模糊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在全球疫情持续肆虐 印度新冠病毒失控之际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 对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新冠疫苗的 证据评估报告 肯定其对18至59岁成人 具有高保护效力 但也揭露该疫苗对60岁以上人群 以及有合并症人群的保护效力 以及安全性存疑 多位公共卫生专家强调 中国公开临床数据不足 必须跟踪老人的接种反应 调研并深究中国疫苗 输入国家的疫情动态 以下是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全球截止目前 累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5亿 死亡病例超过320万例 针对国药集团北京生物疫苗和科兴疫苗 世卫组织免疫接种战略专家组的报告指出 在18岁至59岁人群中 有高度可信的证据来证明其保护效力 中度可信的证据保证其安全性 然而针对60岁以上的人群 证明国药和科兴疫苗保护效率的证据 为低度可信和中度可信 安全性的证据则是可信度非常低 和低可信度 针对合并症患者等人群 国药疫苗保护效率及安全性的数据 都是可信度非常低 而科兴的相关数据则是中度可信和可信度低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 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 谎言中告诉本台 国药疫苗的第三期实验 是在阿联酋 埃及等地进行 评估了2万多人 只有约4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 曾在医学研究中心工作的 实证评论人士恒和也说 老人疫苗数据的匮乏非常蹊跷 然而中国近期却宣布 打算大规模推广60岁以上老人的疫苗接种 科兴的公关总监刘沛成三月曾说 从实验数据看老年人群体中的疫苗 接种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低 和成人组情况类似 谎言中强调给老人打针之前 一定要进行开诚布公的调研 由世卫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 原本预计今年向全球交付20亿剂疫苗 如今只运送了约5000万剂 据《自然》杂志报道 辉瑞的交付受限 强生疫苗还没发货 印度本应该提供10万亿剂 但是如今自身难保 中国借机大搞疫苗外交 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分别得到 45个和32个国家的批准 但是巴西和秘鲁都曾因为 严重的不良反应一度叫停国药疫苗 匈牙利 智利等国的新冠死亡率 依然是举告不下 国际社会急需了解 中国疫苗的诊疗数据 世卫正在评估是否批准 两款中国疫苗的紧急授权 预计本周公布 如果获得批准 COVAX也许会将中国疫苗敞开大门 但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 自己也曾承认国产疫苗的保护率不高 恒河认为世卫和外国要警惕 并及乱投医 这份评估报告不足以给其开绿灯 欧洲也在加快审核中国疫苗的脚步 欧洲药品管理局周二表示 已开始对科兴疫苗进行滚动审批 这是该疫苗可能获准在欧盟27个成员国 接种的第一步 九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欧洲联盟和中国因为新疆人权问题 相互制裁 外交关系恶化 欧盟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暂缓争取支持 欧洲全面投资协定的正式确认 欧洲联盟5号发表声明指出 批准欧中全面投资协定 将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发展 投资协定虽然有助于调整 与中国的不对称关系 但不能够接受中国对欧洲议员的制裁 以下是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5号发表声明 指中国制裁欧洲议会5名议员 令欧洲议会确认欧盟与中国的 全面投资协定受阻 日后是否会获确认要是情况发展 欧盟专责经济政策的执行副主席 东布罗夫斯基斯则强调 欧盟对与中国投资协定的立场没有改变 但不能接受中国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 欧盟执委会发表的声明指出 在协定被提交批准和通过之前 它的文本目前应该先经过翻译和法律审查 然而协定的批准程序 不能孤立于广泛意义上的欧洲关系演变 在目前的情况下 中国对多位欧洲议会议员和一个委员会的 报复制裁措施是不可接受和令人遗憾的 协定被批准将取决于局势的演变 东布罗夫斯基斯今天也在记者会上说明 协定的批准程序不能孤立于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环境演变 东布罗夫斯基斯前一天说 由于欧洲双方互相实施制裁 外交关系恶化 欧盟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暂缓争取支持欧洲全面投资协定的正式确认 及政治宣传活动 环境不利于批准这个协定 德国的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主席鲍瑞翰指出 东布罗夫斯基斯的话其实并无新意 只是他之前从没有说的这么清楚过 东布罗夫斯基斯已经不掩饰 欧盟执委会面对协定要确认 却遭遇困难的事实 不过东布罗夫斯基斯也表示 低准协定需要的技术性工作正在准备 他表示 欧盟对全面投资协定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我们认为这对双边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他表示投资协定将有助于调整与中国的不对称关系 但不能接受中国对欧盟议员的制裁 经过7年的谈判后 布鲁塞尔和北京在去年12月正式签署了欧洲全面投资协定 原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前与中国旧条约的具体文本进行谈判 按照欧盟规则投资协定成为欧盟法律之前 需要依次经过欧洲议会和由27个成员国领袖组成的欧洲理事会批准 但欧洲双方因新疆人权问题互相实施制裁 使得确认的时间暂时不可能实现 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就宣布 这个协议已经被我们放在冰箱里 将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欧盟发表声明后 推动欧中投资协定最积极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立刻表示 尽管目前要批准协定必然面临种种困难 但这份协定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承诺 尤其在市场准入方面更具互惠性 他认为欧盟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具有多样性 但以新疆和香港问题为例指出 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 当然有相当多值得批评的地方 不过在讨论欧中投资协定时 应该将更广泛的问题纳入考量 旧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据英国媒体报道 中国长征5号闭火箭发射后 其核心节失控 部分碎片可能在数天内坠落地表 此前 中共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账号 才将中国火箭升空 与印度火葬的照片拼在一起 并配文中国点火与印度点火 暗讽印度抗议不利 遭印度政府的抗议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中国大陆官媒4月29号实况转播 成功发射长征5号B火箭 不少人挥舞着五星旗争相目睹 官媒新华网还报道交响乐团露天演奏 背后的火箭升空形容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事隔不到一周 英国媒体卫报披露 长征5号B火箭搭载着中国太空站天河核心舱 从海南省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进入低空地球轨道 但火箭核心节并未像一般使用过的火箭回到大气层 落入一个划定的范围 它目前进入一个临时的轨道 绕着地球跑 部分专家忧心它之后会坠落在住宅区 汇报引述了哈佛天文物理学家麦道威研判 可能不太妙 上次他们发射长征5号B 结果不明金属管状物坠落非洲象牙海岸 大多数的残骸会在过程中烧毁 但是如果有巨大的金属碎片砸向地面 无人受伤就真的太幸运了 该报道还指出长征5号B的核心 目前以每小时27600公里速度运行 每90分钟绕行地球一圈 它在周末的时候高度下降了约80公里 有业余天文观察家就表示 观测到核心疯狂翻滚已经失控 以此速度难以推测何时会坠毁在何处 台湾的国家太空研究中心代理副主任朱崇慧 5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我们推估掉落的可能时间和地点 目前预估是5月8号到10号 这段期间才会掉落地表 现在目前的高度大概在100多公里到300多公里之间 它现在的轨道清角是41度 也就是说南北纬41度之间都是有可能 台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助理研究员天文物理学家王滨威 5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目前国际评估南北纬40度之内 非洲 南美洲 亚洲都有可能 纬度较高的欧洲 俄罗斯相对安全 但是运动轨迹不确定其实不可预测 王滨威提到 中国长征5号可载重约20吨 高度53公尺 直径5公尺重830吨 是中国最大的空中卡车 这次的发射是为了将来太空战计划预作准备 王滨威说 就现代的太空的科技的进步的国家来看 我们会认为中国的这个长征5号 是不是有点草率这样子 就要对这些东西的封存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控管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如果它真的是掉到建筑物化的话 这建筑物都会毁坏 掉到人啊或车子啊 这些都一定是会出事的 王滨威提到 中国是比较新进 而且积极参与太空科技的研发 技术比不上美国成熟 其火箭的组合 升上什么掉下来什么 只有中国内部知道 相对来讲 他们国家比较封闭 所以他们一些科技上面一些数据 我们不太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因为像这些发射火箭的这些科技 其实很多部分 其实跟发射飞弹 弹道飞弹的概念 就是它跟国防科技 基本上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每个国家在这个太空发射火箭 这个部分科技 其实都有自己留很多手的地方 是我们外人是看不到的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火箭发射意外史 有诸多的案例是民众目击 但是官方并未承认 例如在2012年的5月 长征火箭的残骸坠落在湖南 砸坏了民众和高压线路 2014年12月 长征火箭的残骸落在贵州浮泉 去年9月 长征4号B型火箭将卫星送上太空 不过其中一个火箭推进器 却从天而降 在500公里外的民宅旁山坡上落地爆炸 中共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1号发布 中国发射长征5号B火箭 以及印度火化染疫者尸体的对比图 配上标题 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 奉刺印度防疫不力 印度驻中国大使馆抗疫之后 这则贴文已被删除 如今长征5号B火箭出包 自由亚洲电台5号就此采访 印度驻台代表戴国兰 他拒绝就此事做出评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打压 一直没有停止过 北京贵阳等地的家庭教会 先后有多名基督教长老和传道人 被当局传唤和拘留 有信徒的家属至今没有收到警察的通知 另外云南怒江以少数民族基督教堂被关闭 相信请天记者乔龙的报道 北京西安教会女传道人黄春子已经失联 西安教会信徒李女士本周二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4月28日见黄春子发出最后一条预警信息后 以外界失去联系 在黄春子被拘留的72小时内 有关部门也未通知黄春子唯一可联系的亲人 亲人打电话到派出所询问 也被拒绝告知黄春子被拘留的室友 时间地点等任何消息 李女士称金明日牧师的处境也很危险 北京西安教会另一位传道人 西家傅于4月28日深夜被北京市长平区沙河派出所传唤并带走 直到4月30日凌晨她的妻子才接到派出所电话 告知她 西家傅传道 应非法集会而被行政拘留10天 罚款500元 在贵州贵阳仁爱归阵教会的同工程建国李林李静之等 此前遭当局拘留3天 安身的信徒杨开春侯泽燕被行政拘留15日 黄成蔡素梅则遭非法抄家 贵阳仁爱教会长老张春雷则于3月28日被以涉嫌诈骗罪 转为刑事拘留至今37天 在中国上海成都及广州等地多位律师代理上述基督徒的维权案件 对当局提出行政诉讼 其中代理信徒陈建国的行政诉讼案的广州维权律师 隋木清周二对本台说有关当局拒绝受理 对于仁爱归阵教会长老张春雷被以涉嫌诈骗罪行事拘留 隋木清律师说张春雷案涉及教会奉献金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他这个教会没有任何和企业有关的活动 那么这个诈骗罪我判断就肯定是按照这个信徒的奉献款 来这个说这个是所谓诈骗款 那么教会的长老同工有从奉献当中来一定能够补贴 这个是一个世界同理包括各个宗教都有的一个问题 根本谈不到什么所谓诈骗的问题 在云南省福宫县怒足乡政府 以每打疫苗为由上周五关闭了该乡老母登村布莱基督教堂 并在教堂门上贴上写有疫情期间暂停使用宗教场所的告示 关注中国家庭教会信徒权益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福西丘牧师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中国当局最近对北京西安教会两位传道人秘密抓捕 以及对贵阳仁爱教会长老张春雷有行政拘留转为行事拘留 联想到最近当局强制教会唱歌颂中共的歌曲 并将苹果手机应用中的学习神经软件关闭 他说 傅希秋认为中国的宗教自由环境正在进一步恶化 他希望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呼吁中国政府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 和尊重国际准则 如果当局一意孤行必将受到制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被指泄露习近平女儿个人信息而引发的恶俗危机案中 官方认定的主犯牛腾宇在被捕20个月后 终于在日前见到了他的母亲 并重申自己被冤枉了 会坚持申诉 本案代理律师则表示 他会尽力协助申诉流程 以下是记者骄傲的报道 官方认定的恶俗危机案主犯 年仅22岁的牛腾宇周一在广东省茂名市第一看守所见到了他的母亲 这是他在2019年8月被捕以来 母子首次得以相见 出于安全原因不原具名的牛腾宇的母亲周三对本台表示 本次会面持续了半小时 整个过程受到了严密监视 他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 但是脸色是苍白 一点血色都没有 在家的时候是白里透红的 身体很健康的一个小伙子 就是很活泼 现在他精神状态还好 也没有什么崩溃啊什么的 他也不停地安慰我 思维非常清晰 他还补充说牛腾宇可能是不想让母亲伤心 不愿提及此前遭受的酷刑 也不想让他看到因此致残的手指 据他观察 牛腾宇至少有两根右手手指完全不能动弹 牛腾宇的二审辩护律师之一 维群人士包龙军近期提交的一份控告材料显示 2019年10月 牛腾宇被广东警方非法拘禁长达45天左右 期间多次被殴打 致使他右手受伤 两根手指神经坏死 至今仍未恢复 2019年5月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 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在境外网站曝光 中案组随后逮捕了转载这些信息的 境内恶俗维基网的24名技术人员和会员 不久后 该网管理员牛腾宇被控主犯 去年一审被当局以寻衅滋事 非法经营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4年 今年4月23号 本案二审法院在本人 律师和家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 秘密宣判 维持一审判决 本台粤语部此前引述二审辩护律师包龙军说 这起案件在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 本应公开审理 二审法院在没有答复辩护人申请 没有询问辩护人意见的情况下 就做出二审判决 这显然违反了法定程序 包龙军周三再次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严格来说 牛腾宇的母亲与她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二审宣判后就已经结束了 但牛母希望她继续协助本案的申诉流程 包龙军指出 这需要牛腾宇本人在委托书上签字 才具有法律效力 但母子二人日前会面时 当局似乎已经提前做好了 阻挠律师继续介入的准备 这次去了 看来是看上说受压力 压力下禁止腾宇跟她母亲 提交任何书面的和签字等等这些程序 不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介入还是稍微有点难 本台粤语部此前还引述牛腾宇的母亲说 她儿子本人已经写好了申诉状 仍在据理力争 但鉴于她向母亲提到 她此前写过的一些材料曾被当局拦截 她是否能成功申诉仍然存疑 此前有媒体披露 2019年7月 洛宿维基网的多名会员 曾指认站长顾洋洋才是网站的实际控制人 但有人质疑她的家人通过圈钱交易 在其被捕后买通当局释放了她 网传顾洋洋的父亲是上海教育局高管 她的母亲是阿里巴巴旗下 蚂蚁集团的高层员工 牛腾宇的母亲周三向记者证实 与本案相关的人普遍质疑顾洋洋才是当事人 却因顾家有权有势 最终并未受到牵连 顾洋洋母亲在上海 就是呼风唤雨的那种人物 按顾洋洋的话说 人家母亲就手眼通天 人家就去吃个饭 牌照都是0001到0001 就是很厉害的人物吧 一般老百姓你联系不到 今年三月底 也就是本案二审宣判前不久 牛腾宇的母亲曾在北京 会见了多名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国 驻华使馆的人权官员 向他们介绍了案件细节 他周三对本派表示 很多外交官仍在与他保持密切沟通 以便提供必要协助 自于爱州电台记者江澳华盛顿报道 河南信仰维权人士刑旺利 近日被当局行政拘留15天 以此与探望维权律师江天勇有关 与此同时 江苏昆山维权人士王和英和陶红等人 也在探望江天勇时 受到当地国宝的盘查和跟踪 2019年刑满获释后 江天勇一直被软禁在家 毫无人身自由 以下是记者宜兵的报道 就是一个成熟的 就是针对于他对看望江天勇的 一个有激进的打击报 刑旺利的儿子刑健告诉本台 10月27日 河南西县维权人士刑旺利 在北京市东城区游击完信件 返回临时住所途中 遭到派出所警员核查身份 他去北京也没有去过其他部门 然后我听我父亲说 他只去过一次最高检 最高检 然后把这个市场推到地方了 推到地方之后 他就没有去其他部门了 然后主要是去了这个邮局 然后有了一些事件 刑健说 刑旺利被北京辖区警察 带回派出所后 随后被移交给西县住京办 附近已经是不是上访啊 要上访呢 我们肯定是要给查外带回来 我们知道 让当地过来接 知道住京办来接 前门派出所警员 在电话里回复了刑健的查询 随后刑健询问 刑旺利是否在北京实施 任何违法行为时 警员予以了否认 20年前 刑健在一场酒后驾驶的车祸中 遭遇重伤 当地有关部门偏袒招事者 贪污赔偿款 刑旺利夫妇多次为而前往北京上访 遭到当地的打击报复 因关注河南西县访民 冯国辉离起死亡案 2016年 刑旺利以寻衅滋事罪 刑健说西县当地性访办没有给出任何进一步回复 家属只接到了一纸 行政处罚决定书 据决定书显示 刑旺利因在公安机关对其告诫 不能非法上访后仍附近非法 该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 刑旺利此次被刑拘疑似 疑似与探望维权律师江天勇有关 据维权网报道 4月20日 刑旺利夫妇前往河南罗山县 看望被非法软禁的人权律师江天勇 当时他们也遭到当地国宝的盘查 4月23日 河南西县淮河派出所所长和街道办事处等官员 将刑旺利夫妇诱骗至村委会 对其进行恐吓 然后在23号 然后就受了我们当地的这种恐吓 然后说他不老实就整他 江天勇律师曾参与爱滋病感染者救助维权 山西黑砖摇案件 法轮功案 陈光成案等多起维权行动 备受打压 2017年因涉及709大抓捕事件 江天勇已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019年刑满祸事后 江天勇被软禁在河南父母家中 迄今已满两年 当地国宝在他家门口涉港 24小时监视和跟踪 人身自由受到严重侵犯 4月28日 江苏维权人士王和英 陶红等人探望江天勇律师 也遭到了当地国宝盘查 甚至被跟踪几个小时 王和英告诉本台 其中一名警察态度嚣张 双方险些发生肢体冲突 王和英说 在犯后返回住处时 他和陶红被至少两名国宝尾随 王和英还被其中一人抓住肩膀 被要求前往派出所 随后遭到王和英拒绝 据他描述 此前当地国宝 在江天勇家门口设的监视港哨 至今仍有两到三人在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一斌华盛顿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推出的全新谈话节目 亚洲很想聊 5月14日起 每周全平台播放 录音时开放Clubhouse 观众线上参与 不见不散 近期 有网民发现 国产智能电视机内的 勾正数据 搜集用户信息 该消息曝光后 深圳创维公司率先发表声明 称已经全面禁止勾正服务 并与北京勾正数据公司 解除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 北京勾正数据公司 在声明中 向用户诚恳致歉 但中国的网民不相信 该公司会放弃 该项业务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本台一周前曾报道 中国网民发现 其家中智能电视机 所配置的安卓系统 被连接到勾正服务 每十分钟扫描联网设备一次 甚至连邻居的联网数据 也未能幸免 事件曝光后 引发网民不安 此 中国多家媒体 报道了相关事件 并公开了创维电视机公司 以北京勾正数据公司的两份声明 创维电视发布声明称 第一时间全面禁止所有创维电视上的勾正服务 并展开相关调查 该声明称 鉴于此事件 严重违背了创维用户至上的核心价值观 创维旗下酷开科技已发含疑北京勾正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解除合作关系 并责令其删除非法获取的创维用户相关数据 对此 前六四天网公民记者刑剑 本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中国的网络监控无处不在 这一次只是被网民抓到了 他不信勾正数据公司因此放弃该项业务 深圳的创维电视虽然发表了声明 也承认使用勾正服务 收集用户信息是失误会修正 另外 多家和该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使用勾正服务的公司至今没有发表任何回应 该非法操作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权 却未受到任何的处罚 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 以此同时 北京勾正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声明 就特别提到该城市是可以自行禁用 而且所采集到的用户数据是用于收拾研究相关业务 包括有家庭和个人的收拾率 收拾效果分析 广告收拾分析和优化 声明同事称 由于公司的用户私营政策提示不够清晰 引起部分用户对私营安全担忧 对此诚恳致歉 山西法律学者宋先生对本台说 他认为勾正数据公司不太可能停止收集用户数据服务 否则便失去其生存价值 本台曾报道 北京勾正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勾正数据 已以创为KUKI、TCL、长虹、康家、风行、三阳东芝、菲利普等企业 达成长期合作协议 以便获得智能电视数据采集 此前勾正数据公司相关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公司已经注意到网上热议 用户反映的信息有些夸大 但是勾正数据整个采集、数据使用等过程都是合法的 深圳居民张海高宋本台除了国产智能电视机 当局对手机用户的数据收集更为严重 我很早以前就看到了国产手机收集每个人的信息 在我们中国这种收集个人信息 都是一个常态化的 同时也说明我们个人的隐私并没有保障 据报道 截至2020年上半年 勾正数据已联合拥有智能电视终端超过1.38亿台 OTT BOX覆盖3000万台 有效覆盖1.49亿家庭 4.57亿人口 可连接其他智能设备数据量已突破5亿台 在上述电子产品企业中 仅创委率先发表声明 其余企业并未作出公开回应 也为说明是否继续使用勾正数据服务 中国内地多位学者接受媒体采访时 均认为勾正数据公司的行为涉嫌违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加拿大学术界受到中国干扰和影响的问题 引起广泛关注 阿尔伯大大学和中国机构有近百个合作项目 加拿大创新科技部长和情报专家 都对中国可能凭此窃取研究成果提供警告 另一方面 卡尔顿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征在国会听证会上 称中国没有涉入孔子学院的运作 但他对于达赖喇嘛天安门事件和中国人权等问题 一概避而不答 以下是记者刘飞的报道 中国的孔子学院被认为是裹着文化堂义的红色渗透 尽管加拿大有大学和教育局陆续终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 但仍有一些孔子学院继续营运着 其中包括沃泰华卡尔顿大学的孔子学院 该院长李征出席国会家中关系委员会听证时 承认孔子学院资金由中国提供 但中国没有干预运作 自己不用向中国汇报任何信息 决定应聘人员程序也和中国没有关系 他只听从卡尔顿大学的指示 但是听证会上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努斯问李征 如果卡尔顿大学邀请达赖喇嘛来访 他是否会出席欢迎会呢 李征则说 我的职位不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假设问题没有足够知识 吉努斯追问 我不清楚你说的知识是什么意思 是你不知道这个有名的人物吗 你说孔子学院主旨是要促进交流和对话 那大学邀请达赖喇嘛来你会如何呢 李征只回应届时再说吧 吉努斯随后又问 1989年6月4号当年人在北京的李征 中国政府是否在天安门广场上杀害了 多达2500名抗疫学生 政府是否行为错误呢 李征一开始又重申 他是为卡尔顿大学工作 答非所问 但在吉努斯追问下 他只轻轻带过说 我没有专业知识来证实这个事件 我人在北京 但没有朋友受害 那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有其他国会议员问他是否 法轮功学员等一些特定人士 不能被孔子学院聘雇 李征依然顾左右而言他 加拿大情报人员不仅曾警告 中国政府利用孔子学院影响渗透加拿大 还提到中国透过与加拿大大学进行学术合作 来窃取知识产权 以增强自己的科技和军事力量 加拿大环球邮报 点名其中与中国关系深厚的阿尔伯达大学 自2005年以来 就和中国至少5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多达90个项目 很多项目涉及将加拿大研发的技术商业化 但主控权在中国 等于加拿大的资金 人才和技术 无形中被中国轻易取得 沃泰华大学教授史国良表示 这是非常危险的 中方会说他们拥有60%的股权 加拿大只占40% 所以他们控制了一切 而我们谈论的是生化 纳米 人工智能等经济科技 大学资金主要是由省府出资 所以我们需要各省政府拿出座位来监督 阿尔伯达省政府 已经对该大学的动态表达关注 承认这损害国家利益 因此誓言将采取行动 限制阿尔伯达大学与中国 进行一些具战略意义的科技合作 今年3月 加拿大创新科技部长商铺菲宣布 沃泰华要求大学制定新的风险指南 将国家安全因素纳入研究项目的评估和资助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菲温哥华报导 美国国会及学术界近日要求华府取消 战略模糊的声浪不小 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表示 战略模糊是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最佳途径 有分析指战略清晰反而会加深 中国对于美国对台政策的疑虑 甚至把对台出手的时间表往前挪移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坎贝尔4日参加金融时报举行的座谈会上表示 两岸若冲突将不止局限于狭窄的地理范围 坎贝尔说战火将迅速扩大 以没人能预料的方式彻底摧毁全球经济 由于华府目前不保证一旦北京对台动武 美国就会介入 坎贝尔支持这数十年来都采行的方法 当被问及华盛顿是否应转而采取战略清晰政策时 他说以现在的情境 战略模糊提供我们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最佳途径 坎贝尔说中国很可能会自以为打压香港民主事件后全身而退 因此美国和盟国必须要点名 如果中国这样对待台湾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这样中国才不会误判 这包括与日本会在幕后采取适当的行动 这同时是向台湾同样重要的 是向北京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即我们决心增强威哲力 并且明确表示我们希望确保台湾能够生活在和平当中 坎贝尔是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 被视为美国亚太事务沙皇 但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黄介正曾与坎贝尔共事 黄介正一级 坎贝尔曾经处理过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 当时坎贝尔是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 主管亚太的副助理部长 黄介正说25年前讨论的战略清晰 是在当台湾没有挑衅的情况下招致中国大陆的武装攻击 而美国不会撒手不管 黄介正分析 如果美国明确表态当台湾受到武力攻击时会动用武力来回应 这对中国而言等于美国企图破坏现状 或者是美国把台湾当作被保护的对象 而台湾从中国中间拉走 这碰触中国大陆无法容忍的底线 前总统马英九时代的两岸资深智囊赵春山认为 美国不会放弃战略模糊 因为美国要维持他的行动自由 赵春山指出 如果完全基于两岸之间台湾问题 美国本身很难干预 现在很清楚香港 新疆 台湾 如果美国干预的话 就他的了解 中共将一定不惜一战 台湾世代智库执行长陈冠廷提出 坎贝尔的做法是加强与台湾之间 各种安全议题的交流与深化 陈冠廷说 中方必须清楚 在美国所谓的战略模糊下 过去两三年来 美方各种与台湾相关的法案 如台湾旅行法 台北法案等 都顺利获得通过 可以解读成对台湾的支持 越来越清晰 但是在安全维持某种方面的模糊 是不制造给中方打台湾的借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成都的中通快递网点 5月3号被发现 将大批的年幼猫狗当作普通的货物运送 动物保护人士到达现场时 已经有四只死亡 这一次是网购活体盲盒运输 而中国官媒也怒斥 买卖动物盲盒的行为 违背人性 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成都一处中通快递网点 在周一被成都爱之家动保人士 发现成运160多只活体年幼猫犬 并作为普通盲盒物流运送 该动保组织发布的视频中 可以见到大量的年幼猫犬 被置于塑胶栏内 外面包上纸皮或是套上麻袋 呼吸空间明显不足 甚至有三只幼犬被放在 同一个栏内运输 而物流货车将塑胶栏叠了十层高 视频中的猫狗不断吠叫 许多猫狗在被救出之后 已经奄奄一息 当中更有四只已经死亡 成都爱之家的官方微博写道 货箱里全是小猫小狗的惨叫声 若是货箱门关闭 完全没有空气流通 只有被活活憋死 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盒子是什么 但永远充满期待 这是盲盒热的最佳注解 而近年中国活体盲盒的网购盛行 以盲盒的形式对猫狗乌龟蜥蜴等宠物 进行贩卖并快递至买家 长期关注动物保育的中国学者满平 接受本台采访时就表示 近期关于动物活体运输产生的意外案件很多 将活体动物视为普通的货物运送 不仅违反相关规定 更是侵蚀生命的行为 他说 根据邮政法的规范 各种活的动物皆属于禁止记地 或是在邮件内夹带的物品 而在今年收定的动物防疫法也规定 运输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需做好动物免疫消毒检测等工作 并需申报检疫 附上检疫证明 事件发酵之后引起舆论谴责 当地的派出所以及动检部门 介入安置并且展开调查 官媒央视在4日就发表评论表示 这是背离人性的行为 此外负责运输的中通快递也公开致歉 并暂停违规网点的揽收作业 相关的人员也遭到停职称处 关注动保政策的台湾台南大学教授 吴宗献就告诉本台 牵涉到动物保育的道德政策 往往有法律言执法弱的情况 中国的相关部门应该更严格检视 动保法规的落实 他说 那这个就很有趣啦 因为中国大陆在许多的人权的议题上面 是这么的紧缩 然后对人民的管制是这么的严格 可是却在这种事情上面这么样的不严谨 如果官方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管理的话 那这个不是一种很讽刺的事情吗 吴宗献表示 台湾对于现行的动物运输和买卖 具有严格的规范 他同时也感叹 部分的中国民众对于尊重动物生命的意识不足 造成违规事件层不出穷 他说 动物也不就是一个物品啊 就像是我们买卖书 买卖一个吸尘器等等 它就是一个物品 放在盒子里面去送又有什么了不起 我觉得可能普遍民众的意识 搞不好还是整个问题最根本的这个真结 今年一月 活体盲盒已经成为网络热点 有店铺就写道 不接受一切的拒收 退换中差评 玩得起就下单 玩不起千万别买 而遭到网民批评 这种模式是不尊重生命 早在去年9月 河南省的一个物流员就被发现 因为运输车滞留 近万只年幼的穷物 被困在乡内多日缺水缺粮 中国媒体更是披露死亡的宠物 达到上千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 华盛顿报道 北极冰川近几十年来加速融化 不仅带来了新的环境挑战 也因为其丰富的资源和新航线的出现 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新的问题 中国近年来力推自己是北极国家 这种说法却受到北极圈周围国家的质疑 有美国官员日前就对中国在北冰洋地区的行为 提出了警告 请听记者王允的报道 今年一艘俄罗斯的游轮首次在寒风凛冽的二月穿越北冰洋的海滨 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再次引起外界对北冰洋航线的关注 扰动着与北冰洋相关的国际关系格局 4月底中国官媒《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军事科学院董勇在的文章指出 北冰洋是公寓 但北冰洋沿岸各国已经严重地把公寓私域化 占据了北冰洋的大部分面积 但美国国务院北冰洋地区协调员詹姆斯·德哈特 在4月5号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指出 中国政府可能希望外界把北冰洋地区理解为一个 还没有充分管理机制的公寓 但这不是事实 这个地区已经有很强的国际规则 有符合传统国际法的习惯性做法 我们当然也有北极理事会 包含了北极圈的八个国家和相关社区的成员 实际上中国政府针对北冰洋的一些提法 并没有得到北极圈内国家的广泛认可 中国政府2018年发表北极政策白皮书 宣称自己是近北极国家 丹麦皇家国防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宋美嘉 在4月5号的这次研讨会上指出 丹麦等北欧国家对这种说法还没有认可 这些国家一般对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的说法 以及中国在北冰洋管理体制中逐渐提高的影响力 都持怀疑态度 他强调北欧国家不大可能 与中国建立政治或军事上的伙伴关系 与这种狐疑态度形成对照的是 北京方面在北冰洋问题上的言论显得保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3号在记者会上强调 中国重视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主权权力和管辖权 愿意为北极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但这种姿态在外界看来似乎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布鲁金斯学会4月份发布的一个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在北冰洋问题上对外对内是两套说辞 中国对外主张应该限制在北冰洋地区的国家竞争 但在对内的言论中 中国政府又强调中国应该在北冰洋占有与其人口比例相当的资源 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份报告同时也指出 中国在北冰洋地区的一些经济活动明显没有经济利益可言 而可能有其战略目标和双重目的 对中国方面的这些做法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欧洲项目主任西瑟康里认为 重要的是要提高透明度 中国在商业经济和科学等方面的参与提出的挑战是双重用途 比如所谓的渔船或所谓的科研活动 这些方面都需要更透明的做法 俄罗斯对中国也有所警觉 丹麦的宋美嘉指出 俄罗斯非常小心 他们当然不希望中国在北冰洋的管理体制中有更重要的角色 但作为丹麦的学者 宋美嘉的心态有些复杂 他表示 北欧国家都认为能通过与中国进行经济上的合作取得利益 他还指出 北欧国家同时也担心 大国竞争的关系可能把北冰洋地区卷进去 但他们最主要的期望是该地区保持较为平缓的格局 自由亚洲电台网语 华盛顿报道 印度的台商捐赠市价2000万台币的15个低温除氧槽给印度抗疫 印度驻台湾代表感谢台湾在印度面临危难时伸出援手 也强调全球受疫情侵扰 除非人人都安全 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 印度有决心对抗疫情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印度新冠肺炎COVID-19的疫情三月初急速恶化 医院病床以及氧气供应严重不足 印度台商阿达尼集团 5号透过桃园市政府捐赠了15个超低温移动式的除草给印度 由桃园市长郑文灿代送在外交部召开记者会 外交部长吴钊燮致此指出 吴钊燮说台湾政府第一批援赠印度的医疗物资 包括150台制氧机500个氧气钢瓶 2号已经运抵了印度 奔送到各地 台湾将持续提供更多的物资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见证民间的企业朋友 热心捐赠印度15个超低温移动式除草 今天的捐赠仪式除了显示台湾与印度两国的友谊 也凸显台湾民间和政府一起协助国际社会的诚意 桃园市长郑文灿说 这几年台商到印度投资增加很多 印度台商张建廷捐赠这一批氧气储存槽 将可在大型医疗站提供氧气站 跟外交部之前捐赠的制氧机刚好可以搭配 因为体积比较大 因此分别安排空运海运 一个除氧槽就必须一个货柜来运送 郑文灿说 那这15个货柜总价值不包括运费 也高达了2000万台币 它是心计在印度 希望印度这波的疫情能够通过大家的努力 包括印度政府的努力能够得到最好的控制 那也能够促进台印关系 促进台商对印度的投资 印度台北协会会长戴国兰表示 我要感谢台湾政府以及人民 及时的在印度全国艰难努力 对抗疫情这个重要的时刻 提供我们非常及时而且大力的协助 戴国兰说 感谢台湾赠送的医疗物资 见证到台湾CanHelp 台湾可以帮忙 不只是标语 也是真正的行动 戴国兰表示 敬佩台湾全国一心成功地控制疫情 也协助全球对抗疫情 戴国兰说 除非人人都是安全的 否则没有人是真正安全 人类要同心协力对抗病毒 印度非常有决心要成功抗疫 希望能够很快地控制住疫情 戴国兰提到 过去几周台湾各界展现对印度的温暖 包括政府机构 企业 慈善基金会 大学个人等 诚挚地感谢大家的帮助 在艰困的时刻不需要孤军奋战 印度过去24小时新增了3780人感染 新冠肺炎不治 创下了新高纪录 4日印度成为继美国之后 全球第二个累计确诊数 突破2000万大关的国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推出的全新谈话节目 亚洲很想聊 5月14日起每周全平台播放 录音师开放Clubhouse 观众线上参与 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维权网星期三引述 贵阳仁爱归正福音教会发布的消息 该教会长老张春雷的妻子 当天接获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 发出的逮捕通知书 张春雷已于5月1号 被以涉嫌诈骗罪执行逮捕 现羁押在云岩分局看守所 路透社5月5号的消息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 他期待在近期会晤中国的高级贸易官员 针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 有关中方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戴琪当天在由金融时报举办的网络研讨活动中表示 他尊重特朗普政府去年与中方达成的 为期两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他表示该协议是双方在贸易方面的工作基础 并期待与中方的正式会晤 以评估和核查中方的行动 戴琪表示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他尚未正式与签署该协议的中国副总理刘鹤 或者其他的高级官员接洽 新西兰国会星期三无意义通过了一项议案 确认中国新疆发生严重侵害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事件 但议案避免使用种族灭绝这一词 中国驻新西兰使馆随即表态 指责新西兰议会的相关议案干涉中国内政 台湾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三表示 如果能在两件事情上坚持和下定决心 即身为台湾人 有没有自我防卫的决心 以及台湾人真不珍惜自己拥有的自由跟民主价值 就能够有效嚇阻中共政权对台湾的可能冒进的作为 路透社5月5号引述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相关议员的披露 中国已经拟定了计划 升级当地一个岛屿上的简易机场和桥梁 以恢复二战期间曾经驻扎军用机场的基地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